因為Delta變種病毒入侵了92國 可是我們的指揮中心 卻只訂出了廣篩 七個國家的入境民眾 現在也被外界質疑 防疫是不是又做半套了呢 王任賢醫師更是說出了重話 不是只讓這些入境民眾 送到集中檢疫所而已吧 更重要的是要多層次的篩檢 如果輕忽這個防疫的話 肯定是沒有好下潮 其實Delta變異株 其實基本上他跟我們一般的 以前那個英國其實差不多的 我們不管他 但是他的特徵就是傳染力比較強 傳染力比較強 所以你看我們剛才偶然的接觸 就能夠造成傳播 所以他的防疫政策 其實是跟我們原先 英國變種病毒的時候 他的防疫政策是大同僑異 只是他要有加強版 加強什麼地方呢 第一個 我們的入關的時候 入關的時候 入關的時候 這些人 你不能夠把他只是關而已 你要給他做篩查 現在篩查的時候 不但要篩查 還要多層次篩查 越早針出來越好 對不對 是這個東西 那第二個就是說 有關他這個 如果進到我們社區了 我們要做的是 清零篩查 這個一定要做到 這個時候絕對不能打馬虎葉 清零篩查就是 一看那個病例 趕快要給他做廣框列 快篩查 我們知道 這一次的恩主公醫院 不是有病例 跑到高雄去嗎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 就是他沒有框列嘛 他還是照著 去年四五月份的時候 極共中心的指南 做出來的框列 這個基本上 已經不適用現在了 所以這個東西 在這個時候 一定要做一個 很確實的清零篩查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說 我們對於熱區 觀念要改 熱區的時候 一定要執行的 就是所謂的 微封城的概念 微封城 什麼叫微封城的概念 你要把它 化定熱區以後 這個地方熱區 你要有作為 你不是只有劃定 警告大家都不要去 沒有這回事 這些人要限制行動 然後趕快在裡面 又再多一個 多層次的篩查 篩了幾次以後 然後趕快 如果可以 盡量很早把它解封解掉 要用這樣的動作來做 所以這三點 如果能做到 我相信以後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Delta病毒 在台灣即使出現 也是很容易 把它擋掉了 但是就是希望 一定要落實 這個在中國大陸的廣東省 已經做出來不錯 這種做法是可以的 但是你在台灣 你如果不落實 做這是做假的 那絕對沒有好 絕對沒有好下場 那麼石耀署呢 在決定這個 國產疫苗緊急使用 授權標準會議的前夕 是更換了一半的審查委員 也引爆了護航爭議 國民黨主席 江啟成就說了 江會強力要求 衛福部要公開 這個審查委員的 名單跟過程 如果政府呢膽敢粗暴通過 國民黨必將採取法律行動 對違法的官員進行告發 江啟成也表示說呢 蔡英文總統說 這個疫苗是科學 不是政治 但是衛福部呢 卻刻意更換了EUA審查委員 讓審查名存實亡 換上自己想要的審查委員 來背書 最後呢 變成了舉手部隊 這樣還算是科學嗎 講到的這個國產疫苗 研發動向呢 大家都很注目 繼高端之後呢 第二支國產的聯亞疫苗 二期解盲結果也即將要來揭曉 那麼聯亞是在昨天發布了訊息表示 明天的下午六點鐘 以線上的視訊方式會召開記者會 要針對這個聯亞疫苗的 二期臨床試驗的解盲結果來揭曉 投資人可以透過直播全程觀看 但是民眾不解的是哦 大家這麼關注這個疫苗解盲 怎麼會挑一個非上班日的晚餐時間來開記者會呢 聯亞也出面解釋說主要是要配合這個獨立資料監視委員會的作業時間 委員們聚集開會預計下午四點鐘會結束 那麼聯亞接獲解盲數據之後呢 將資料匯整消化完大約晚間六點鐘就可以對外界來說明了 接下來要看到的是台北市的疫情 連科市府也淪陷了嗎 台北市長科文哲是證實說 有一名負責這個市長安全的十一樓住位井呢 他五月底有接種疫苗 不過呢仍然在六月中旬跟他的父親是一起確診了 但是目前這個感染源仍然不明 市長市所在的十一樓呢 是進行了全面的消毒 但是仍然有議員質疑說市府是不是蓋牌呢 還要求柯文哲趕快去快篩居家隔離 北市疫情一波 接著一波爆 沒想到這回連台北市政府都淪陷 台北市長柯文哲辦公室所在的十一樓 由住位井確診 新冠疫情燒向首都市長市民更是提心吊膽 根據市府疫調這位住位井隸屬保安大隊五月二十九號才打疫苗 六月十九號休假去照顧住院父親 六月二十號隔一天父親就確診被匡列做PCR也跟著確診 但可怕的是六月十八號他還有上班 市府十一樓緊急大消毒 好在目前匡列的家人和同事篩檢都是陰性 也都正在居家隔離 但明明先前才打過疫苗 還是確診感染源頭 柯文哲也坦言不單純 他是不是被他爸爸感染 他機會很低 因為沒有理由看一天第二天就感染 可能他爸爸跟他是 還有另外一個共同的感染源 打疫苗只是說你感染的機會比較低 特別我們現在是只有打一劑 你要打兩劑才叫完整的保護 柯文哲科市長以及黃珊珊黃副市長 你們是不是也應該去做快篩 跟居家隔離自主管理呢 因為市長蓋牌的關係 而造成了基層的公務人員 這些員工上班的時候人心惶惶 議員更質疑市府蓋牌造成市府內部恐慌 市府則澄清 證明住位警並未與柯P有直接接觸 只是市長市旁邊出現確診病例 病毒與市長的距離近到 讓市民不免心驚驚 記者姚立強 徐國豪 SNG小組 台北報導 新北家禽合作社昨天也爆出了有移工確診的案例 有一名女移工快篩陽性之後確診 擴大匡列採檢之後 一共是有五名的移工快篩陽性 凍保處是緊急派人到床清消 那麼現在傳統市場是頻頻爆出群聚感染 農委會跟指揮中心是擴大廣篩 28號開始 中南部運送農產品北上的司機 隨車人員都要持有陰性證明 才可以進入雙北的果菜市場 自動噴灑消毒劑 緊急大清消息 北市嘉芹運銷合作社 當初啟用時看卻是北台灣產量最多的屠宰場 如今爆出確診案 緊急修飾停工 不少工作人聽聞消息都相當擔憂 東爆出也緊急到場消毒 原來24號一名越南籍女移工身體不適 快篩陽性後隔天PCR 陽性確診 相關接觸的23名移工也都完全快篩 五人陽性 衛生局收治於檢疫所 余逾18名篩檢結果為陰性 由雇主安排居家隔離 疫情持續延燒 北農群聚連環報酬的高度關切 目前北農糧市城擴大篩檢5,022人 PCR陽性15人都不是承銷人員 是零批市場的作業人員 另外新北果菜市場篩檢3626人 全部陰性 雙北果菜批發市場 不只將全面進行健康監測 從中南部運輸果來 28號起也有新規定 運農產品的司機跟水車人員 總共1570個人要去做篩檢 全部持陰性證明 才可以進入市場 雙北市場從24號開始 所有批發市場員工承銷人 也都要持快線陰性證明 才能進入市場 為了圍堵疫情相關措施 一波接一波 就是要盡快斷絕 傳播鏈 記者張貝茲 楊中盛 台北新美報導 好 提醒大家 如果您身邊有孕婦 或是你自己是孕婦 最近有計劃要接種疫苗的話 要關心這個消息了 在雲林 有一名34歲的媽媽 她前幾天打完疫苗之後 是為三個月大的寶寶來喝母乳 但沒有想到孩子竟然猝死 懷疑是疫苗惹禍 案件引發了全國關注 那麼這個家屬一度是很捨不得 讓小女嬰來解剖 但是這個檢察官為了進一步確認死因 化解社會疑慮 卻為家屬同意後 是有法醫對女嬰進行解剖 初步發現女嬰是有呼吸到感染跟肺炎的情況 但是有沒有染疫 這個快篩結果則是呈現陰性 有法醫採集檢體 要進一步的檢驗中 所以確切死因 還是要等待鑑定結果出爐 另外要插播一個最新的消息 國軍桃園總醫院爆發院內感染 包括有三名的護理師 12名的病人 還有9名看護 6位家屬一共30人確診 今天凌晨在這個臉書的粉絲專頁公告 從今天開始 門診 急診 住院 還有新冠疫苗接種等工作 會暫停14天 接下來要來看到是指揮中心 從5月中就開始 把全國升為了三級警戒 也要求多個行業要停業 以禁止這個餐飲業內用 公斗團體就表示 有高達92.9%遭到減班勞工的雇主 並未依法通報減班休息 而且還有74.4% 受到衝擊勞工的雇主 尚未申請或是無意申請紓困補貼 那麼這個紓困4.0 恐怕是既無助於促進產業維持營運 更無助於保障勞工就業穩定 只是執政黨為了解決短期政治危機 採行的便宜手段 講到三級警戒 現在因為已經超過了一個月了 讓不少餐飲業者是撐不下去 高雄光山有一間餐廳老闆 他賣防疫便當 一個月虧了30萬 還賣了兩間房子來苦撐 講到機動處他是機動下跪 講到困難的地方他機動下跪了 拜託政府趕快給疫苗 另外在台南有一間老字號的牛肉湯店 去年陳時中還曾經到場力挺 但是現在生意掉了9成 業者是PO文大罵 政府無能 宣布要在7月底結束營業 餐廳老闆雙息下跪 講到快要哭出來 拜託政府給疫苗 因為餐廳就快撐不下去 餐廳改賣防疫便當 但疫情似乎把生意燒光光 原本一天可以賣200份 現在只賣個位數 老本陪光光 快撐不下去的還有這一家 台南知名牛肉店 衛福部長陳時中 去年還曾大力推薦 但業者最近翻臉PO文 敵不過現實主義與無能的政府 一再延遲的警戒 在此宣布7月底將結束營業 過去賺的錢有大半做工藝 現在一個月固定開銷要七八十萬 而且還是看不見鏡頭的燒 再多的錢也經不起無奈收點 一位推12萬 然後員工薪資一個月要五十幾萬 覺得說好像看不到鏡頭的那個感覺 等不到解封 等到的是雪峰式的業績 讓業者無奈又無力 只能跟員工說聲抱歉 老闆要先下台一舉功 只有高雄台南 最後不懂